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其实各行各业只要你真的打入内部,就都会发现水很深 比如女生们滋滋以求的名牌衣服和包包,动不动就几万块一样 但代工厂出的高仿同款在淘宝上可能几百块就买到了 它们质量真的差在哪里,相信很多人都是傻傻分不清 还有许多衣服,刚出来的新款全价卖几千 一换季就低至一两准,抛售变成一两百 让人忍不住问,过了几个月就降价这么多,到底亏不亏 类比到汽车市场,虽然说没办法明目张胆搞山寨 但是许多车,特别是豪车也是经常搞降价促销 降服已几十万计,实在令人炸蛇 也引人好奇,汽车制造业的那潭水到底有多深 日系雷格萨斯ES就是这么一款经历过大喜大落的豪车 这款车从1989年第一代面世以来几乎走向披靡 曾经一度创下了雷格萨斯的销量纪录 2014年的推出新款,ES不仅继续保持了品牌一贯高品质设计做工 更改用了更高一级的丰田亚洲龙底盘 车型外观动感,内饰采用石英沙钟表 更显沉稳大气,论起豪华感也不输给BBA的中大型轿车 这款车推出的时候售价大概50万 在同品级的豪车里价格已经算亲民了 可是没过几年,现在已经降到22万起 即便这样销量还赶不上帕萨特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ES的老大哥LS同样也命途多舛 LS是雷格萨斯的旗舰车型 新款进一步优化了家族式的仿锤状进气格衫 前脸设计也更加大胆惹眼 内饰更是维持了雷格萨斯对舒适度的一贯追求 各种线条的合理分布和不对称设计 显得精致优雅又有艺术性 真皮包裹的方向盘触感柔润 全液晶一体化仪表盘也有真皮边框包裹观感独特 完全符合豪华车的定位 这样一款优秀的车型在推出时给出了150万的售价 但销量也不容乐观 现在官方售价已经88万起了 60万的差价让人惊叹 但最让人瞅目结舌的还是同为日系豪车的丰田皇冠 这款车新推出时售价高达90万 但是现在指导价已经是24万起 一降只是66万 其实这款车也是低调又奢华的豪车代表之一 它内部空间充裕 性能和舒适度也是没得说 内饰上面做工精细 但是就销量也还比不上自家的凯美瑞 因为皇冠就不能维持自己的高逼格 丰田估计也是十分难过了 降价几十万都要售卖 豪车市场究竟水深几尺 换小编估计以后都不会追求新款了 还是默默等豪车降价再入手 你们觉得呢?